鍾建華博士在《大紀元新聞網》的專欄 《欄杆》拍片 這個星期的題目是 有破壞沒有建設的所謂全面愛國者治港 2014年發生了雨傘運動 即佔領運動 原因是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 根本不符合循序漸進邁向全面普算的原則 提出這樣的方案 顯然也是北京的意思 特區政府只是橡皮圖章 可惜當時還是政務司長的林鄭月娥領導的 那個推銷政制改革方案的小團隊 將這場戲演得太難 香港人怎會看不出來呢 結果是政改方案在立法會投票的時候 因為建制派自己的協調出了問題 要等發縮 一場爛氣進一步穿崩 搞到投票的時候 不是未能超過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而通過不了 而是變成了被有效的反對票壓倒性推翻 這個結果令北京和特區政府大失預算 建制派面目無光 但一般市民不但沒有失望 而且奔走相告 對這個結果感到著弱的居多 因為香港人都看穿這個騙局 都樂見這個有北京導演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主演的政改騙局 如此收場 但這個結果也將政制的發展繼續拖延 制度的不合理繼續存在 繼續扭曲社會的利益格局 繼續令政府的施政難以取得認受性 繼續令制度不公平進一步突顯 令社會和政治矛盾進一步加深 社會也進一步撕裂 其後的魚蛋革命及後來的議會紛爭不斷 說到尾都是北京當局反口複洩造成的惡果 香港的政制民主化 已經比《基本法》所承諾的慢了很多 老平曾親口說過 到了第三屆即是2007年那一屆特區政府 只要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贊成 行政長官同意 就只要提交人大備案 完全有香港人決定特首和立法會的選舉方法 不需要中央批准 對於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 有圖片有影片有新聞報導記錄下來的官方說法 北京當局就是不惜赤裸裸地擺明要反後複洩 北京當局在治港事務上的主要諮詢或統戰對象 委任的那些人 按插在香港政壇的那些人 絕大部分都是扶不起的阿斗 諸港的槓桿又不思進取 吳上司去打開局面 沒有拉開統戰的戰線 只是繼續任用這些在香港毫無公信力 個人質素和品德都很有問題的拆鞋仔 這些人既無法討得香港人的信任 也只好一面倒 呼應這些槓桿的極左思維 帶頭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成為駐港官員插手香港事務的啦啦隊 他們無法與港人為善 只能相如意末、惠怒取亂 不斷傳播和強化一些破壞香港的信息和港法 令北京的治港政策和特區政府的施政 與香港的實際情況越走越遠 今天的所謂第二次回歸 所謂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 就是要推翻在討論九七主權 而交過程中承諾過的一切 從而全面破壞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扭曲香港原有制度演變的脈絡 好讓那一批扶不起的亞斗坐上不同的崗位 將所有他們不能統戰的、看不順眼的 但更能得到香港市民信任的民主派 及其他中間派政治人物拒絕體制的門外 甚至對他們作出政治迫害 好讓他們在香港的政治版圖中完全消失 更要將他們自己無法安插自己的香港公民社會 都要破壞政進 《中英聯合聲明》已被視為歷史文件 而經過一番周章 殺有戒事的先諮詢 後制定的過程才定稿通過的《基本法》 已成為兇文 被所謂《國安法》完全凌駕 甚至是實質取代了 這種說法絕對沒有誇大 大家不妨對照一下那份所謂《國家安全法》的條文 看看如何與《基本法》所寫下的背道疑詞 然後再留意近年的種種公權力行為 檢控和法庭的裁決 就不難看出很多做法 根本完全是《基本法》的條文和原意不顧 是明目張膽地違法 所謂《國家安全法》 其實與國家安全無關 只是一個偽命題 只是一個藉口 其真正的目的是要剝奪香港人的政治和社會權利 完全推翻給香港人選擇的代表 來到管理香港的承諾 好讓這批由北京選擇的所謂愛國者 進居整個香港的管治和行政體制 這批所謂愛國者其實只是共產黨的支持者 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共產黨的語役跑腿 他們根本不是什麼愛國者 只是以愛國之名來尋遭的機會主義者 只是依望中共從而追求各自政治利益的 毫無政治理念及個人誠信的小人 這種指責就聽起來似乎有點嚴厲 但大家只要留意看看他們的言行 大家只要對自己誠實一點 當知道這樣的指控已經十分客氣 大家可以看看去年的年底 經北京所謂完善了的選舉方法 產生的那個立法會 那90位被北京認證的民意代表 過去一年的表現 當知道上面的批評已經很克制 除了立法會之外 香港的公共機構 法定機構 專業組織 社會團體和福利機構的管治架構 都在這個所謂愛國者治港的口號下 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能夠進入這些機構和組織的 再不是相關業務上的精英 或者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持份者 而是變成清一色的政府自己人 他們進具要進 排拒了各方面的人才 最終只會造成機構管治和專業自治的倒退 香港社會又豈能不面對面前的倒退呢? 沒有一個政府是全資全能的 合理的制度 尚且不一定保證能夠產生最好的政府 也不一定能達至最好的機構管治和公共行政 不合理的制度 被扭曲的制度 以政治標準行先而被破壞了的制度 就肯定只會產生壞的政府 破壞機構管治和公共行政 最終必然會引致社會整體性的倒退 今天的香港正在自說自話 虛偽不堪的所謂愛國者治港這個口號下 面對這樣的現實 面對只會全方位淪落下去的前景